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过去曾经传出在会议中标骂公司高层 甚至直接威胁管理阶层 做不好就换掉等毫不留情的讯化内容 最近郭台铭受访时谈及寻找接班人的要件 他透露其实被骂得越凶的员工机会越大 早在2002年郭台铭就有考虑培养接班人 但过了16年已经68岁的郭台铭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接班人选 依然情理轻微 最近郭台铭接受凤凰卫视专访 再度被问及鸿海旗下富士康的接班问题 他透露家人目前都没有接管事业的打算 而至郭守正请新电影事业对家族事业毫无兴趣 女儿郭晓玲则是无法担此重任 至于自己最仰赖的三弟郭台成 则因为血癌病逝 其他亲属也没有意愿 为此郭台铭才开始从公司中找人才培养 其实在10年前 郭台铭就提出接班人的三大基本要件 包括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下 有能力经营一家营业额高达3000亿元的大公司 并且每年有30%的成长 以及要有国际运作的经验 郭台铭直接讲明接班人不会是当年一起打江山的伙伴 他再次强调年龄要和自己差20岁以上 不过尽管郭董已经透露 有在找寻适合的人选接班 但今年鸿海股东会时 他就曾经允诺股东 在未来五年 鸿海关键转型期不会退休 要在鸿海股价达到200元才有退休打算 市值1.4兆元的鸿海集团 究竟由谁接班 未来五年外界睁大眼睛等着看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段友如整理报道